第二幅图 首先看一下这幅图 您看到的是什么 很明显 您肯定会说 一只青蛙啊 那现在把图片倒过来看一下 竟然变成了一匹马 有些不可思议是吧 第三幅图 你看到的是个花瓶 还是两个女孩的头像 这关键是您关注的是 白色部分还是黑色部分 第四幅图 这是一幅相当经典的图片 叫老妇和少女 这很明显是微老欲 但等图片倒过来再看 怎么年轻了呢 这就是换个思路看问题的奇妙之处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吃五穀杂粮 生老病死 这是自然规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不顺心的事 心情有时候会很烦恼 很惆怅 很无奈 但只要换个思路 换种活法 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如上面的图片 换个角度 结果会完全不同 活在世 不可能事事尽如意 遇到烦心的事就要自己化解 所以 时刻拥有乐观的心态和快乐的心境是一种能力 无完 事无完美 有些小情 不需计较 计较会烦 有些琐事 不必在意 在意会累 或达生 宽阔心怀 原谅错误 坦然生活 在生命中 碰到烦恼是 不妨学说三句话 一句算了吧 告诉自己 事事须努力 但不可执着 一句不要紧告诉自己 凡事紧立了 就无怨无悔 一句会过去 告诉自己 明美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命好不如心态好 想得浅一点 看得淡一点 懂得平衡心态 烦恼就比别少 就算遇到再大再多的凡心事 试着换个角度想象 就会觉得豁然开朗 世界原来如此美丽 守好心 走好路 珍惜最真的情感 感受最近的幸福 享受最美的心情 把视野放宽一些 把凡心事都统统抛开 换个心态过生活 心情好 一切就都好了 好的心态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 而充满希望 更能给我们带来身心的健康 这四张图片 心烦的时候看看 提醒自己时刻保持好的心态 快乐度过每一天 就像自己希望